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代有许多人觉得军事家的话应该是非常冷血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威风的形象 是吧 一声令下如山倒 挥手之间千帆进发 觉得这样的威风的话是以敌人投降 失败 人头落地的快感 来满足这些军事家的成就感 所以很多人觉得打仗的时候是不需要底线的 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有一本书叫做《超限战》 就是讲打仗的话 可以没有任何底线 但是如果你要看《孙子兵法》的话 至少我读了几遍《孙子兵法》 我觉得孙子作为一个职业的军事家 他是要尽量避免战争的 而且他在战争中也是要尽量避免杀戮的 这个就很符合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一句话 老子说 兵者不祥之弃 非君子之弃 不得已而用之 《孙子兵法》第一篇叫做《史记篇》 也就是说孙子是在讲 如何用计 通过这样一种用计的方式 尽快地结束战争 减少杀戮 那么在《史记篇》呢 孙子一开篇就提到 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道 不可不察也 也就是说对外的战争的话呢 是涉及到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 也涉及到很多人的生死 是一定要非常地谨慎的 在《火攻篇》中 孙子还提到这样一句话 他说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运而攻战 怒可以复喜 运可以复月 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 良将景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也就是说呢 一个君主不能够因为自己的恼怒就出兵 一个将军不能够因为愤怒就指挥作战 如果你恼怒了 你还可以再高兴起来 如果你愤怒的时候呢 可以再喜悦起来 但是一个国家被灭掉的话 就不能够再恢复 一个人死了之后呢 就不能够再复生 所以说一个贤明的君主 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将军 对于战争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谨慎的 这才是让国家安全和军队保全的做法 孙子呢 他反对战争中不必要的杀戮 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